再次受到远见邀请 天下的邀请 对不起 来分享 市长你累了吗 出席天下主办的城市高峰论坛 才刚开始就尴尬口误 是不是三宝爸前一晚 忙育儿太糙了 我都睡着了 脸书上PO出 为乃日常庆祝父亲节 不过他可没忘 接下来七夕得要先安太座 身为钢铁直男 讲万安说有准备 不过记者再追问 会不会浪漫过头 蹦出四宝 他怎么回 不会不会不会 讲万安急忙否认 毕竟最近他可是忙着跟风奥运 台北选手拿下一金三桶 他喊话下周五要办奥运派对 只是前阵子林洋配拿金牌 他的翠上只恭喜台北选手王麒麟 引起讨论 这次的派对不是台北选手的李洋 能去吗 我们都欢迎 当然除了我们台北市这一次夺牌的选手 还有很多 虽然没有夺牌 但是在上场上表现非常亮 也包括像黄晓雯 全民风奥运 讲万脸书跟一波热度 还说要在北市科盖国际羽球场 一早看到林玉婷受委屈 他也帮忙打包不平 看到他的对手一位土耳其的选手 在赛后比出了一个擦擦 我觉得是非常没有运动家精神 特别争议其实 估计这个应该是全总 已经帮他很清楚的说明 没有任何问题 国际奥会口误说成国际全总 市长真的累了啦 全民风奥运 政治人物都想搭上 折磨奥运热潮 但就像打球一样 看速度也看准确度 才能达到最大效益 明日新闻传来热文轩 台北部多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